各位网友早晨 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6月3号 首席这里有我们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真BZ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你这么订阅的 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 三台浪冷气那里点赞和分享和订阅 将提供疫病经济反丹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这一节当然要笑一下这个大统领 他身边有三位很棒的人 他说他自己救世主 I am law and law 分析一下他手底有三个人 第一个人最棒的当然是他的女儿 不用说了 最索的 最棒他的女儿老实说 他们也配得起一首主题曲 这个 就是这个 川普先生 神奇大帝 主宰白宫 三位中心战士 以前大家相信都记得一个同谣 就是另类同谣 就是神奇被剃穿了腹窿 娶了三位妾士 哈哈哈哈 其实他们属于香港的就有三大L人 白宫三大L人 白宫三大L人 好像都相似的 这三个人都 其实最瘋呢 其实就不是肥佩奥的 最瘋的是Peter Navarro 这条 就是那个财政顾问 是吗 是那个财政顾问就是教 教川普去打这个贸易 就是无差端端就搞个贸易战出来 其实贸易是互利的 就是其实很多经济学家 都小爆这个Peter Navarro 因为他不懂经济 经济从来都是互为互利的 那你 这个巴菲特还说过一件事 喂 其实 是好的财政 我们印银纸 我们又拿到这么大批货回来 不用做事哦 有这么多钱收哦 不是很正吗 但是当然Peter Navarro就不是这么说了 就说这个就是 就是中国是害死美国的计谋来的 中国现在说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 虽然有些小粉红在这里说 要和美国干一仗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 实际情况是中国人在贫困线上 挣扎了很多年 现在才刚刚脱贫小康 那怎样威胁你啊 大哥 是不是 就是这个是 就是我觉得 美国人自己的看 都挺看低自己的 我觉得他不单止是这样 他是将全世界 他是搞了全世界 不过中国是一个开端 就是他开头是 他开头是 他第一件事是搞墨西哥和加拿大 然后就搞欧盟 现在就搞中国 其实基本上每一个贸易伙盟他都要搞一下 我不可以这么说 不可以这么说 不过中国当然是主要打击队长 因为在他们眼中 中国是赚他们最多 第一在意识形态上 打他们是最容易 而不会受到美国人民反对 能不能这么说 他都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他 就是这个 Pieter Navarro 其实就是最极端的 所以说极端就麻烦 其实没试过 一个美国政府做的事情是这么极端的 他 他在2006年已经写了 那本书就是说 和中国要打一场仗 是啊 究竟怎样才可以赢到中国 2006年 那时候中国还好 14年前 是啊 2006年的时候已经写了一本书了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Where They Can Be Won 我这本书很久以前写的 2006年写的 那现在搞到 他当然他不是只是写这些书 他还有说很多次 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 他就说中国是操纵人民币汇率 其实中国不是操纵人民币汇率 中国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那他还要 他还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要打43%的关税 那时候最狠狠就是这个人 43%的人都会由中产变迷 Lower Class 我怕 因为那些东西变成很贵 其实美国他 其实有个问题 就是之前呢 就通胀得很厉害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美国那个通胀 年年都是6-7% 甚至8-9% 他很高的 根本上是正常人很难生活 那幸好改革开放之后呢 那个工业产品呢 那个价格是越来越低的 那令到呢 那个通胀呢 可以维持在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那其实 这些是应该多谢中国的 不过现在当然又有另外一套东西 那些人就说 哎呀 现在其实我们 要多谢通胀啊 这样 但是你能顶得信吗 美国佬 加息那时候 之前我们都说了 你加到2.5% 百分之2.5% 已经全国叫救命了 你还可以怎么加 你还可以 你如果还有通胀 那又怎么办 你就会死了 整个国家 你有没有想过啊 美国佬 其实他金融海啸 08年金融海啸 最重要就是 连续加息 不停加息的其中一个原因 当时Ellen Greenspan 他不停加息 令到他的楼市倒下来 刺案等等倒下来 是这样的 基本上他已经不能够再加息了 是啊 其实这个Peter Navarro 其实只有一个忠实的支持者 除了Trump之外 就是一条腹肌叫做张家敦 那么张家敦就是说中国会倒下的嘛 他就 哈哈哈哈 你都没有记错 中国崩溃论 就是最厉害的作家 他不断推行 这个张家敦是不断推行这一件事的 他就是一个Cornel的法学博士来的 就是读得多 但是读懵了 等会读法学的 法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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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然有很多本书 他就 就是 他那个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那么 collapse了很多年 但是都没有的 哈哈哈哈 你看看现在还在那里怎么collapse 哈哈哈哈 这个是06年的时候 他已经写那些书了 其实他们 两条腹肌呢 是啊 两条腹肌都是心心相忍的 其实 中国崩溃论 他那时候就说2012年到2016年呢 会崩溃的 啊 那其实他2001年呢 2001年呢 已经说 哎呀 中国政府会崩溃的 其实有人信的 当时有谁信了呢 就是Google其中一个俄裔的老板 Google其中一个老板是俄裔的嘛 他就 就是他自己就说 哎呀我见过苏联怎么崩溃啦 中国都一样会崩溃的 那所以不理会中国了 可以 那就没事了 是不是 那这个 这个张家敦呢 就为什么要扯开来说这个张家敦呢 就是他说什么呢 他这次这个19病毒还好笑 他说 哎呀 美国啊 很极速啊 处理这个 疫症啊 处理得非常之好 处理得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啦 但是就是 我们经常都说美国搞得行的 但是 处理得当然是不好啦 哈哈哈哈 就是 这两个问题来的嘛 这个 那 已经说了19年的 19年的 19年的中国政府会崩溃啦 啊 怎么会崩溃啊 啊 他 他还要这个扑街啊 还要把 肥沛奥啦 现在要说肥沛奥了 肥沛奥 他就是说 他们CIA 曾经是 什么 讲大话 欺骗 和偷东西嘛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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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肥沛奥之前 我们就讲一下他的背景啦 其实他之前就是 啊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啊 2018年呢 就变成国务卿啦 没有记彩的话 那其实56岁 他56岁而已 那都不算很老 就是从政来说 那是前德州的议员啦 啊 是 其实特朗普都很相信他 因为其实两个人都喜欢 这么说啦 和喜欢 和喜欢 叫做好大喜功 好像是夸张啊 所以呢 那些呢 特朗普都整天赞啊 肥沛奥啊 很有才华 才能啊 是一个美国的 少有的 政治家 那样 我都听到 有点嘔嘔的 那其实呢 他最重要呢 就是紧紧啊 啊 侵路线啊 哈哈 就是叫做啊 叫做 可以陷阱这个国际关系啊 那帮啊 川普先生在四月 大家记住四月头呢 他是指责啊 世卫组织 管理一败涂地 哎 總之什么都 瘋了中国 已经被中国控制了啦 那呢 那当时 啊 美国国务院啦 那就 对啊 世卫呢 就不断地凶炸他 其实我也想说假消息啊 其实他也经常说假消息啊 发些消息出来啊 我现在啊 你再不和中国切割关系啊 再不做这个独立调查委员 我就不给钱你 那结果都是 退群啊 那美国都退群啊 那其实呢 那四月中呢 大家都记得 川普先生呢 我记得 我也做了一些笔记 那对武汉研究 病毒的实验室 啊 产生怀疑 那 沉生呢 那 很搞笑啊 他就很含糊 我听说呢 听说呢 就是 学了 啊 霍雞颈 那位 某位议员霍雞颈 那说 哇 哇 有一次啊 实验室啊 是啊 有事故啊 那散播 那些病毒 整个武汉城都是啊 那这个时候呢 肥佩奥呢 就近期了 哎呀 啊 我们总统说得对啊 那呢 就说啊 我们说 一定要 涉嫌到 底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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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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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个源头是不清楚 要先说明 任何人出来说 那个源头在哪里都是错的 嗯 都是没有科学根据 这个首先要澄清 因为有些人在传说 这个病毒呢 在美国澳洲 其实实际上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 是啊 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 证明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的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没错 因为我们很公道的 我们不会因为中国 有些人在那里传说 这个病毒在 其实都不是官方的 官方是没有传过的 这些东西 通常都是那些营销号 就说在美国澳洲来的 这个病毒 那有些人当然跟了机 但是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这样 就是 说些不真实的说话 你是不能跟别人说道理的 你说道理 一定要基于 有事实基础的东西 你才可以说 你没有事实基础的东西 胡乱这么说呢 就是到最后 你就是 说道理都会输的 我只可以这样说 但是肥佩奥都是死策 他最近一期都说 总之 大量证据就表明在那里了 证明肥佩奥这条腹肌 就是这个中心战事 但是不讲道理 因为道理 其实是要基于 有一个事实基础 那当然了 他说 中情局 他说 stealing lying and cheating 其实呢 这个呢 严格来说呢 都是 断章取言 严格来说 不如我们当然是说 我们讲笑就这么说 就是说 他整天都教别人 cheating stealing 但是他们实际上 是有做这些事情的 那他那个 context 就是说 因为CIA 他有一个 有一个model 就叫做 要有诚信 其实 CIA当然是没有诚信 就是这一件事 不用说 就是一个 特别情报部 但是组织 哪有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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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写出来 你信的都是白痴的 就是这么说 是 那其实我这样想 其实肥佩奥 作为这个共和党 右翼的 so call 英派 我觉得他也是英派 那其实呢 他就 一向来说 都按着特朗普先生 想令到中国 就是其实他们 以前我们讲的 有个document 已经流出了 就是要屈中国 是这个奶流行病毒的 始作用者 还有要中国付出代价 以前我也做过一支节目 是这么说的 就是把全部责任 都推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 最喜欢就是用意识形态 入主白宫那批商人 都是将精力集中 在这个贸易领域的较量 肥佩奥呢 其实都是帮他们 用意识形态去做工他们 是吧 是啊 是啊 这个是很恐怖的 一件事 还有他们这班人 是不怕用大话 不怕做假去搞中国 那现在要讲回 Peter Navarro Peter Navarro 其实他写了几本书 在六本里面 他就 召唤了一个人 叫做Rombara 他就形容 这个是一个中国鸣派来的 其实是对中国的鸣派 意思是China Hawker 那就是前哈佛大学的博士 博士生来的 还要是经济学的博士生 那 接着原来发现了 他召唤这个人是他自己来的 在六本书 召唤一个人 原来都是召唤自己 那你召唤什么 就是你引述 引述自己的说话 在六本书上 接着就扮第二个人来做 这样怎么办 这些就是很有问题的 其实美国自己本身 都有一些正常的声音 你不要说美国没有正常的声音 现在只不过是美国是给一帮 就是我自己认为 不正常的人 操纵了 那 在 2001 Sorry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那本书 都不记得什么时候 不过有本书 Glenn Hubbard 就说了 说 Peter Navarro 就是种下了 这个 毁灭种子 是毁灭全世界 他说的那些理论 哇 很大 那当然 就是这个 Rona Varra 其实这个 自己作 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接着之后呢 就再 用真身去铺这个 自己作的人出来 这样也可以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 那么像那些 以前那些 那些 书都是这样的 就是 陈文 不是 陈文 可以吗 哈哈哈 所以 所以 其实 现在基本上 川普用的那些人呢 是瘋的 最正常就是他的女儿了 就是为什么有三个中心志士 最正常是他的女儿了 其实 当然很索 但是 你看到现在 就是这样搞 大事 大事 现在基本上 世界分断了 有段时间搞 最惨是我们那些 我们 唉 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要跟机那一刻才惨 就是害了我们这些 无辜的老百姓 尤其是我们 海外华人 是夹在中间 变成磨心 我现在最怕就是这样的 其他我都不是很害怕的 唉 而他现在 我觉得 他现在为了对付 拉拢了所有人 对付中国 刚刚有新闻 就是说 他现在我要审计 十 英国 欧盟 和印度 在内十个司法管车区的水修计划 就是说我现在要打多些你们的税 包括 他不在网上 我们这里都打了 我们都打了 就是这里 欧盟 他现在要搞欧盟 我们连这个 在网上做这个 海外版淘宝的东西 现在都要打销售税 是 是 之前不用的 是今年 是去年 去年11月才加的 就是加了自己做了半年 是 他现在要伸手 搞别人的网站 不知道他这样的目的 是要来对付中国 逼他们 龟边搞中国 还是他自己发狂惑 要赚钱 但是我们这里 如果在 据我所知 就是我一般都是用 Amazon 和eBay 超过一千元澳币以下 就不用打了 我知道 这个是澳洲是不宽松一点 我们现在是五元都要打 五元都要打 五元都要打 是 真是 现在 我们这里是这样 其实已经做了例子 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人 就是五眼做的 就是法律新常事 全部都是在这里做先的 当然 他是做先的 就是他最早就要收15%消售税 那 其实其他地方都没有 就是五元都收那么夸张 这里就是五元 其实都不是五元 是一元都要收 我之前试过买过一元的东西 他都要打税 多少% 10% 10% 10% 是啊 所以我们去到美加 那些东西 美加的东西真的便宜到害怕 不是说笑 写了个话 吃吃的东西又便宜 什么都便宜 不过你要给一些提示 所以就不同了 大家的系统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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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